我們來討論這個體積木耳濃度 體積木耳濃度它怎麼定義呢? 就是說 在這個一公升的溶液裡面 它有幾末的溶子 那如果比如說 一公升的這個食鹽水裡面 它有一末的食鹽水的話 一末的食鹽,講錯了 一公升的食鹽水裡面 它有一末的食鹽的話 那麼食鹽的那個 體積木耳濃度就是等1m 好,我們現在來舉個例子 第一個 第一個它真的就是舉食鹽 就是說如果食鹽水它的體積木耳濃度是1m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它一公升的 食鹽水裡面含有1m的 這個什麼呢? 食鹽 再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它說 鹽酸 鹽酸如果是0.5m的話 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 一公升的水溶液裡面含 它有0.5m的鹽酸 那再我們看 第三個 第三個它說 氫氧化那如果是0.2m的話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一公升的氫氧化那裏面含有0.2m的氫氧化那裏面含有0.2m的氫氧化那 那這一個的話如果是鹽酸的話 它這個 一公升的 水溶液的 水溶液的氫氧化那裏面含有0.5m 那0.5m的話 這個 這個鹽酸 它的 分子量多少? 分子量是1加35.5 所以是等於36.5 那36.5的話0.5m 所以這個 質量的話就等於多少呢? 0.5m乘以36.5 這樣的話就等於多少呢? 18.25 公克 0.5m 就體積木耳濃度0.5m的 這個鹽酸的話 代表它一公升裡面 它有多少? 它有18.25公克的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鹽酸 就是鹽酸水溶液裡面 這個一公升的 鹽酸水溶液裡面 如果它木耳濃度是0.5m的話 它裡面含有18.25公克的鹽酸 再來這個0.0.2m的氫氧化鈉 0.2m的氫氧化鈉 代表它一公升裡面有0.2m的氫氧化鈉 那這氫氧化鈉 它的 分子量多少? 那是23 氧的話是等於16 加氫是1 這樣的話等於多少? 23加上17 這樣的話是40 40 那0.2m的氫氧化鈉 0.2乘以40 就是8公克 0.2m的水溶液 就一公升的水溶液裡面有8公克的 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氫氧化鈉 這個氫氧化鈉 是1公克的水溶液